大家好,继续盯紧北戴河的事情啊 说这个江哈老师又发言了啊 休息了一晚上啊又发言了 说你金平同志啊就眼红我们这些个人 手上有几个钱是不是 你搞的这一套就是抢我们的钱 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 你说小贫通都早就说了啊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然后带动后一批后面的人一起制服 我们先富起来怎么啦 这话说的就是习近平当时想抽他 你呀倒是先富起来 我现在想富没有途径了是吧 说这个其他的员呢 一听江泽民这么讲话觉得是极其认同啊 因为他们都他妈的赚的钱嘛 每个人都抢了一大票 你说就是啊 你说朱镕基家里面投资 是吧 搞投资银行 搞的是最好的 这样呢 跟王岐山他们搞一块儿 和华尔街的关系搞得紧的很 你知道为什么朱镕基这么牛吗 他敢就这么说吗 他这是原因的 他跟王岐山他们是一块儿的 王岐山是朱镕基的高祖 他们这些人是真的是有华尔街背景的 他们有后面有大靠山 他所以他没有 基本上他在经济方面没把习近平放在眼里 真的是这样子的 所以习近平就是传说到农民企业领袖啊 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去这么一种人 所以习近平如果不是搞什么动态清理 精彩管控啊 不是搞这些个事的话 他呀 其实是非常有支持的支持率的 因为中国人的历史学习就这么来的吗 一听说有人要的搞农民企业 要搞打土豪分田地了啊 要搞这军贫富了 高清坏了 还记得大家早之前的什么蛋糕理论吗 是不是哎 现在不是把蛋糕做大的问题 是怎么切蛋糕的问题 就是习近平上来搞的啊 为什么他要搞什么 两个前30年后30年不能佛想否定啊 因为前30年就是军贫富啊 要穷大家一起穷呗 中国人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吗 就像我现在做了个优管 赚了几个小钱 特别辛苦 你来做做试试看看 人人都可以做的呀 没有人像我这么勤奋的 你稍微懒一点点 你的收入就马上就直线下降 赚钱都不容易的 是吧 所以我们这些人呢 从小到大就学的共产党这套思想 就特别养蜂别人收入比我高 完了以后呢 就是没有的时候笑你吾 有的时候呢就恨你有 他就这样子的 他笑和恨都是一都是一瓢祸 就这样 所以呢 习包子那套东西 基本上就是文革那套东西 你毛泽东那套东西吗 就是大家都没钱呗 大家一起穷呗 现在老江啊 包括胡锦涛都赚的大钱的啊 你一定要搞清楚 共产党这个账要算清楚的 他们说北戴河的一帮老东西在那里算账 真的 这个算账呢 说是习近平主导的 说你们这个家族到底有多少钱多少钱 他说我心里面是清啊 就是习近平的人马在你放 他发了一个账单 一个一个算 你定要平家里有多少钱 你江泽民家里有多少钱 你温家宝家里有多少钱 你这个朱镕基家里有多少钱 你胡锦涛家里有多少钱 都给你算啊 还有人就曾庆红家里有多少钱 个个都是都给你算的清清楚楚 都很清楚的 这个东西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啊 就包括胡锦涛很有钱啊 新浪搞到今天能够搞这么搞 在中国成为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互联网的媒体 与胡锦涛有很大的关系 新浪网的这个过去的总裁就是胡锦涛的女婿 是吧 胡锦涛这个人很虚伪的 他的女婿 他的闺女儿用他的总书记的位置 用他爹的总书记的位置 完了以后把新浪做的挺大的 是吧 在海外上市 你什么时候听说新浪在海外上市公司有什么麻烦 没有的 真的 你觉得很奇怪吗 他是两边都搞通了的 你以为呢 真的 还有这个胡锦涛的儿子以前在清华这边也是赚了大钱的 包括那个过去的温州动车事故掉下来的那个那个 那些个整个铁头上的一些个设备 关键部件都是胡锦涛的儿子搞的 后来摇身一遍又又做官去了 为什么呀 胡锦涛就是一个极其伪善的家伙 我们说过无数次啊 人类社会最可怕的 你一定要记住啊 人类最社会最可怕的人性的这个败坏之处不是贪婪 不是四咪咪啊 真的 也不是文盲 真的 而是什么 而是伪善 胡锦涛是典型的伪善 他他妈的让他的女婿让他的女儿在新浪搞这么大赚了大钱了 完了以后假不假是又跳出来说啊你们俩不能搞了啊 你们俩要么你就是把新浪就是你的这个公司啊就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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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位就就辞职了要么呢你就是我就把你的新浪给没收了就划都说到这个程度那当然到最后毛道领就把他的公司的总总裁的职务就给辞了嘛 你吃总裁的职务有什么用呢你的股份还在那儿啊 后来据说这个又胡锦涛又给他的女儿女婿施压说你要么就回中国啊要么呢你就在美国是吧就给出这个东西最后胡锦涛的女儿就说那我跟你断绝关系算了是不是啊我不认你个爹了所以你很少听到胡锦涛有一个大贵是个女儿是长女啊他儿子是脑二很少听到他的新闻 听说人住在夏威夷呢不管这些事情其实早就赚大钱了他们家有的是钱当然有一句说一句啊在这些个共产党的这些个土匪头子里面呢胡锦涛家里赚的钱是比较少的啊比较少的就这么两笔钱一笔就是新浪这边赚了点钱一笔就是他的儿子在清华搞的时候赚了点钱再少也估计有好多个亿吧也是这个东西啊但是相比这下算比较少的温家宝就别提了温家宝的最大的产 财富在不是什么宝石不宝石啊什么钻石王啊他他他老老婆这都是小意思 两个东西一个他儿子搞投资的跟那个朱镕基的儿子很像所以他有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啊叫投资银行 你如果对投资银行不了解你就去看看国外的那些个什么摩根斯丹尼啊什么高盛呢就这些个公司啊都是华尔街的大佬中的大佬是吧他们这些个什么温云松啊 什么注意哪他们学的是这个东西啊搞投资银行自己就就一间办公室真的他没有没有任何的什么什么固定资产的就一间办公室几个员工加几台车就这么点东西但是赚的钱赚重啊你以为呢 真的他相比之下这个温家宝赚的钱比胡锦涛要多多了那朱镕基家里那就更是了朱镕基基本上控制了整个中国的各大银行 跟王岐山两个人联手的有的是钱相比之下我告诉你曾庆红赚钱赚的比较少了曾庆红曾经在山东搞了一大嫖赚了个几百亿后来就基本上就没什么没什么动静了 山东不是一个努能吗当时成为一个大新闻吗是吧这是曾家搞的所以说这个是他们说这个习近平也是有备而来啊把这个这个各路家族的这个赚的钱都给你算了一个账 念了一个表给大家看说你看你们这些家伙啊这个国家都被你们掏空了是不是所以江泽民也不是个傻瓜你你说这些话什么意思呢 小平同志让我们怎么搞的呀有一部分人先扶起来了那你说谁先扶起来吧你跟我说说看看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也被共产党骗了帮共产党赎钱其实我们应该要想想啊当邓耀平说 容许一部分人先扶起来他妈的我就应该想这部分人倒是谁呢难道是我吗 是不是难道是你吗我们这些个韭菜我们这些老百姓怎么可能呢 赚钱赚钱中国是一个关系学的社会中国是个后黑学的社会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官商结合的社会那必然就是那几个官家呀 所以八九年的造反呢是没错的啊官倒是不是上来就官倒 邓耀平家族搞得最凶了 所以有人说为什么这个那谁邓耀平的几个孩子都没做官呢 为什么江泽民的孩子没做官呢做官算什么做官都是什么都是做几年就算了是不是 那闷声发大财才好呢就赶紧做那个先扶起来的那群人这群人有钱的很 所以到习包子上来的时候你习包子长期在京城之外游荡是吧他过去他也没怎么赚钱说实话他哪有他因为他没有掌握核心的资源嘛 他当浙江省委书记他他们一天都搞女人一天都吃喝你看他那样子你的身材就是吃吃的像个肥猪 那个脸色一看就是金金人王的样子是吧他都没有想办法去赚钱他们说这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习近平是吃软饭的靠彭丽媛阴阶级整个家族呢彭丽媛又是演员嘛有名吗是吧歌唱的好吗那必须承认人家彭丽媛的歌唱的好民族唱法这一块彭丽媛敢说第二没有人看 那送走音唱歌你根本是彭丽媛你要从功底来讲的话给他当学生都不配就这么低是不是 你们就去他们那路的歌手彭丽媛唱歌是有什么呢有专业的极好的底蕴有歌剧的底子 而且有中国的民族唱法今天你那个搞法啊他他还是不错的什么尼古义啊就是自己野路子 湖南的歌手包括宋子都是野路子有点这个相间小调的味道啊但是不不够专业 那彭丽媛那是正儿正儿把你科班出身的唱的挺好的所以他是赚了很多钱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习近平都是花老婆钱的 后来才开始当了总书记以后他们他们家一家子才开始赚钱因为之前被邓耀平家里人摁的死死的是不是 所以江泽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与我我不知道你干什么你这一套就是抢我们这些人的钱 因为江泽民发大财朱镕金温家宝胡锦涛他们发大财的时候习近平毛都沾不上他根本没有机会 习近平自己也没有赚钱的想法他们家的兄弟姐妹基本上被邓耀平加速摁死了也没有机会 是不是所以为什么他同情毛泽东呢他说啊为什么要走毛泽东的路线呢因为他也没钱呢 真的毛泽东也是毛泽东搞了一辈子没钱呢一点稿费都被共产党给没收了 毛泽东女儿去医院的挂号跟我们一样的要去排队的你能相信吗 后来这个毛泽东的外孙女儿不就是因为长得还可以吗 长得像毛泽东吗是吧你跟他睡觉你跟毛泽东睡觉吗 那是双修啊是不是修了同性恋又修女双心恋呢 是不是就嫁给那个姓陈的有那孙子真是中国人的可别可别听他们的一言一行的真的都是假的 这个我们的陈陈陈老大啊我跟他很熟的年轻的时候激扬文字啊改革思考战略真的 思考中国想合出去经济学的博士可聪明了一看就是说要把中国带向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的 后来就是终于想一般把自己老婆修了娶了毛泽东的外孙女儿终于跟毛泽东睡上觉了啊 我的我有时候怀疑他睡睡觉是嗨的时候是不是一下子想起毛泽东那张脸真的长得挺像的啊 那是正正把你毛泽东的后代从那个时候开始毛家才开始有点钱因为这个陈老大进去了嘛 你想想细胞子哪有什么细胞子最近就是为什么要hold住一个叫做核酸检测呀疫情稿呢可以赚钱呢 但这个东西地球人都知道它不可持续的我就不信细胞子可以把这个核酸检测疫苗这个东西可以要进行到底啊 要不断的搞下去啊从长计议啊算算大账啊算持久账啊算经济算政治账啊这都是为眼下抢钱去找理由 实际上他心里明白不可能不可持续的他不像老江不像老温不像老朱他们的生意是可持续的 所以基本上现在这个江泽民跟那个领先主演与习近平在算账呢看谁家的钱摊得多呢 细胞子可不啥有点儿去意思吧谢谢